护心,是由侯明浩,周也领衔主演的古装仙侠剧,讲述了一个悬门修仙少女宴回被逐出师门,被妖龙天药利用解开身体封印,两人经历生死后彼此相爱的故事。 护心正在热播,在最新剧情中,素颖逼陆木生吞下丹药,终于恢复了记忆,本来以为她恢复了记忆,想起跟素颖的点点滴滴,会跟素颖回到从前,没想到反而适得其反。 陆木生只会更恨素颖,陆木生看素颖的眼神满是恨意,素颖还以为又是丹药的问题,所以陆木生才没有恢复记忆,其实素颖根本就是自欺欺人,就算陆木生恢复了记忆,她跟陆木生也回不到从前了,素颖错就错在不该当着陆木生的面杀了她的妻子九尾狐,看懂陆木生恢复记忆却不认素颖,才明白她为何一心求死。 陆木生恢复记忆,活着彼死了只会更痛苦,九尾狐的死始终是他们之间消灭的裂痕,陆木生比失去记忆的时候还要痛苦,以前只是恨素颖杀了自己的妻子,恨自己不能报仇,只能自杀报复素颖。 现在恢复了记忆,只会更无法面对素颖,毕竟她跟素颖曾经的确有过一段情,只是阴差阳错,陆木生失忆爱上了九尾狐,现在恢复了记忆,因为辜负素颖而内疚,又妻子九尾狐之死而痛恨素颖。 陆木生恢复记忆反而生不如死,她辜负了两个女子的深情,更对不起妻子九尾狐芸汐,恨因为自己而害死了妻子。 她现在又杀不了素颖替妻子报仇,又不可能跟素颖回到从前,只能假装不认识素颖,宁愿一心求死,也不愿意跟素颖重新开始。 所以说,陆木生一心求死,只为了寻求解脱,对素颖又是愧疚又是恨之入骨,她真的不知该如何面对素颖这占有欲的爱,素颖的爱只会让陆木生窒息,一心求死的欲望比之前更强烈。